参赛者用民间香出产的茶 加入特调的酒或是水果 摇出一杯杯美丽饮品 从粉红渐层到清透琥珀色饮品 一一段上桌 每杯饮料都有着高颜值外表 调制者仔细介绍给评审听和品尝 要从中选出冠军特调饮 松柏林四季春 因为有冰兰花独特优雅的花香 参赛者使用的材料 通通来自南投民间香的特产 也是当地乡公所为了推广农特产 所举办的台湾国际创意茶饮嘉年华比赛 邀请陈台首摇高手一起切磋 用民间茶做出创意饮品 还邀请跨族茶饮成功投资的女艺人丫头来当评审 高手在民间 因为当然创意很重要 可是可能会有很多组创意太多之后 反而让我们的重点 茶汤本身就失去了原本的味道 今年报名人数很踊跃 创意多元 但评审提醒 茶才是本身精髓 不要让创意盖过茶香 向公所强调要从六十组中选出十八组 来决赛很不容易 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才选出这些组别精英切磋交流 也能透过比赛让喜欢茶饮的民众用创意玩出好喝茶饮 还可以领奖金一起推广民间好茶 华视新闻灵顺赵云光周大响灯头报道 哈喽大家好我是乃鱼 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 第一个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你按赞了吗 还有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赶紧订阅起来 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喔